请你尊重人家发言好不好 我每次在讲话你插什么话 你在讲话 我为什么在插话吗 突然拉高分被标骂 民众党立院党团总招黄国昌 痛骂民进党团总招 柯建民爱插嘴 黄国昌气到直接走人 柯建民补枪要黄国昌 别留在现场 立法院长韩国瑜召开朝野协商 邀请蓝绿白共同讨论 如何弥补3月15号没直询到的立委 顺便提出未来解决方案 然而柯建民的态度 却让蓝白党鞭都动怒 不要再用情绪性的 在朝野协商的时候 来做不当的这样的言语的表达 那柯建民以为他是 立法院的老幽条 我已经忍太多次了 对不起啊 我今天忍无可忍 无需再忍 要报条 你自己随时去报条 我们都没有意见 做一些心理素质的调整 柯建民跟蓝白总招隔空杠上 民进党团提出的补质询方案 没被在野党接受 但韩国瑜也提出解决方案 你有15分钟 你3分钟离开了 还有12分钟 身为主席 我们必须要等好等满 让你整个完整15分钟 通通结束 我们才会进行下一位的质询 请院长见谅 我们党团内的民主 我还是要尊重 我可能带 可能带位去跟大家讨论 韩国瑜的经济方案 最后只有民进党签字同意 蓝白没签署 等同协商破裂 立委的质询权争议 短时间内恐怕很难落幕 欢迎新闻王兄李顶强 台北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